小晓 晓晓 你别走 晓晓 我就是想见见你 我不想见你 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你想多了 晓晓 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他们什么都告诉我 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 我都知道了 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贺摩才对 晓晓 对不起 你既然全部都知道了 现在在说对不起 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 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我这个对不起 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 而是因为我自己 我竟然 我竟然就因为 你在程志远家那一晚 还有那一端微信 和你的一面之词 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 对不起 你现在愿意怎么想 就这么想吧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可我在乎 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 所以我紧张 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 你也知道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 我 我态验我自己了 我怀疑我自己 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 而程志远又真的太优秀了 所以我 别说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 赏鸟 晓晓 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了 我不管做什么 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 这我都知道 但是我依然无比地坚信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我就是想和你 还有孩子在一起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 沈侯 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 我妈是会疯掉的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而且陈志远把我和我妈 都照顾得非常好 我妈现在非常平静 我明白 我承认 陈志远她的确是一个 完美的丈夫 但是小小 你真的爱她吗 爱何不爱又能怎么样呢 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所以你还是爱我的对吧 小小小 小小 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 你叫我什么都行 就是别叫小小 这是我爸也有趣的名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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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么都行 对我 对吧 意外 直到现在我还是难以相信 我当年上了自己想上的专业 可代价竟然是你爸爸的生命 如果不是我妈为了我 找人挤掉了你的专业命运 你爸爸也就不会去讨说法 也不会发生那场车祸 直到这些以后 我总是想起那天在河边 你和我说的 你们家那些故事 晓晓 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现在过得 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幸福 我会祝福你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可以 我愿意用一切方式 向你和阿姨赎罪 请你永远不要再联系我了 就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赎罪 优优独播剧年的 做什么呀 拿个规矩 好嘞 简单 你要什么呀 跟他一样 可是 只有一杯了呀 我要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社交通film reachyou in the world 餵 睡着了吗 没呢 医生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熬夜的吗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你就一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脑子里面想起乱七八糟的事 需要不需要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啊 我今天和我妈遇见沈侯了 她怎么样啊 她还在怪我 交给时间吧 对了 你妈最近怎么样 我妈确实比以前好很多 情绪也稳定了 也没有再犯病 女儿的幸福啊 就是妈妈的解药 你妈还是在在意你的 是啊 其实想想我妈 她这一辈子真的挺坎坷的 每一次刚刚要好起来的时候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她年轻的时候唱戏 那会儿是抬柱子 真的是风光无限啊 后来因为受伤她告别了舞台 就嫁给了我爸 本来一家人生活和和美美的 谁知道后来我爸又发生了那样的事 只希望她 只希望她 以后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吧 你只要幸福快乐 你妈妈也会幸福的 好了 你要睡觉了 孩子也需要早点休息 好 你也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沈横 这瓶酒我请你喝 替颜小辰谢谢 你刚才为什么说要水呢 你问问你自己啊 你抢我酒干吗 我喝了就是无法的 刚才都说了 是你媳妇请我喝点的 怎么喝 王府 我 干吗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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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proteins 胜疗 也认了 你有加了德热的 你rt 有个新猴的女士找你 高校现在忙 没空 好 来 婴儿的教育已经是家长 还有社会的重点关注点 不好意思啊 侯女士 小晨进来可能有点忙 你看 没关系 谢谢你 要不给您来杯茶杯 不用了 我在这儿等她 林小泉 我没别的意思 等你这么久了 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沈猴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沈猴知道吗 沈猴不知道 我也只是猜测 因为我相信 你不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 一方面跟我儿子谈恋爱 私下里再跟另外一个男人来了 如果你真是那种人的话 我们两个也不会坐在这里 你早就答应我提出的丰厚的条件 对吗 我刚才只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没想到这是真的 丰厚的事 我只想说 你能换一种活法吗 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 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 也不要让沈猴活得这么痛苦 更不要让你未出世的孩子活得这么痛苦 你知道吗 这孩子是沈家的 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你说吧 怎么做 你才能够原谅我呗 我愿意 我愿意付出一切 来祈求你的原谅 这孩子 是我自己的 跟你们任何人 都没有关系 你这叫掩耳道理 怎么可能是你自己的呢 他明明就是沈猴的孩子 那我就是孩子的奶奶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恨我 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请问猴作 您还记得我爸爸吗 那个当年为了我 东奔西走去讨说法的人 您当年在做什么 您动一动手指打个电话 就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 而我们呢 我们求告屋门 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蚂蚁 你可以随随便便就捏死 不要这么说 这一切都是当年的 我无意之举啊 再说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没有办法 让一个逝去的人 起死回生 可是 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活着的人 未出世的人 让他好好地活着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来 就是为了让我肚子里的孩子 叫你一声奶奶的话 我劝你死了这个心 他姓妍 不姓沈 这 centers都没有想过 我我 沈 我听见你的车回来了 前面看到人 到处找你 老沈啊 原以为 我们自己造的孽 我们自己来偿还 一切都能回到正轨 该认的错 该低的头 我都做了 可 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事情 会变成这个样子 别喝了 袁晓晨跟我讲 她的孩子将来生出来之后 不姓沈 姓妍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 你应该听医生的 想到谁还睡不好 就是心太重了 怎么可能跟咱们没关系呢 她是沈家的骨肉后代啊 我这辈子啊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再难的事情 我都能想出个方法 把她解决了 可这回还是我平生投幼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 别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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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别担心了 他一定是个好人 将来孩子出生之后 他也许会视为己出的 可他毕竟是继父啊 那能跟生生父亲比吗 如果我们用各种办法 把这个孩子争回来 那对他们母女两个 不是就是第二次的伤害吗 还有 月辰 这个孩子 可以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不能跟沈后没关系 你说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 必须把所有的事情 告诉沈后 因为孩子 是小陈和沈后两个人的 不管怎么做 都应该由他们两个人 一起决定 不行不行 没有想出万全之策之前 我们坚决不能够让孩子知道 沈后在整个事件当中 他是无辜的 凭什么让他来承担这种痛苦啊 一切都是我的错 所有的事情 我来担着 那严小陈呢 他做错了什么 小陈和沈后是同龄 你不能光想着儿子痛苦 那他不痛苦啊 月辰 小陈真的很无辜 不能让他承受这一切 沈后是男人 他应该长大了 我们不能再瞒他了 可你把事情告诉沈后 有意义吗 他能够做什么 除了跟我们一样的痛苦 他还能做什么 可沈后现在带着记痕过道 比内疚更痛苦啊 他现在什么样你不清楚吗 每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完全变了一个人 满阵的力气 小陈 你不认识 故意不告诉沈后 孩子是他的 看上去只是一段情感 以背叛结束 但其实 是毁了沈后内心 最美好的一切 老沈 儿子老开玩笑说 你可我不安配 可我现在知道了 我为什么 能跟你走一辈子 在关键的时候 你总能帮我 做出正确的决定 对 我们应该学会 站在儿子的角度上 考虑问题 而且 孩子是他的 他有知情权啊 我们应该把一切真实的情况 告诉孩子 也许他会痛苦 我们要告诉他 一切的错 都在我们 要罚 要恨 也都是恨我们 整个事情 跟严小辰 没有任何关系 我自己种下的苦果 我一个人吞下去 不不不 这话不是这样说的 沈后 现在已经是父亲了 有些事情 他必须去面对 我敢肯定 沈后宁愿面对痛苦 也不愿意被我们当傻子 一样保护 再说 这哪是保护 简直就是欺骗 有一天他知道 他会恨我们的 他现在知道啊 他就不会恨我们吧 他会恨我们吧 月振啊 他知道了以后 也许会 甚至会对我们 很失望 但我想 他迟早会理解 我们 我们只是一对 妄自称隆的自私父母 但不是杀人犯 月振啊 我 小陈对我们只有恨 但他对我们儿子 就不一样了 他爱身后 对啊 这个 就是你们花了一个星期 做出来的方案吗 公司花那么多钱 请你们来干吗的 这是不许多的 谁手机啊 谁手机啊 呃 甚至是您的手机 呃 也可以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重新改 重新改一岗 三天时间 喂 妈 我在开会 沈侯 我回家一趟 爸 我在开会 回来 是不是我妈 妈 您没事吧 妈 您没事吧 妈 您没事吧 您妈妈没事 是您的事 沈侯 你有孩子了 小春怀的孩子是您的 不是程志源的 不是程志源 爸 妈 您从哪儿听说的 如果那是我的孩子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得要多恨我 他恨的不是你 是我呗 是我 孩子 这事 得从你 高考的时候说起 我看 最近怎么样啊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就偶尔会 小夫有点坠胀 痛吗 我们还要 看一下 没什么问题 孩子他心都很正常 放心吧 でも 来 擦去 我自己玩了吗 手拉开 来 程先生 情况就是这样 孩子 沈侯 你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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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人 和叶仲有预约吗 没有 那你给叶仲打个电话吧 好的 谢谢 不管以前有什么 现在再计较这些 没意思对吧 总之呢 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就是最重要的事 对吧 沈侯 你自己出去行吗 行 你们赶紧去排练吧 我自己就溜达楼大 那你有事打电话啊 咱们走吧 好嘞 走了 慢点啊 宁姐 好 放心吧 好 走 打电话啊 好嘞 先生 欢迎光临 我想买一部手机 以为是最新的 这些都是新品 您可以随便看一下 都是啊 对 这个我要了 好的 先生 我们这款手机 还有银色 正好配上情侣手机 您可以给您太太也买一个 好 这个我也要了 好 这个我也要了 好 这个我也要了 走 晓晓 你别走 晓晓 我就是想见见你 我不想见你 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你想多了 晓晓 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他们什么都告诉我 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 我都知道 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恨我才对 晓晓 对不起 你竟然全部都知道了 你竟然全部都知道了 现在再说对不起 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 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我这个对不起 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 而是因为我自己 我竟然 我竟然就因为你在程志远的家那一晚 还有那一端微信 和你的一面之词 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 对不起 你现在愿意怎么想 你现在愿意怎么想 就怎么想吧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可我在乎 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 所以我紧张 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 你也知道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 你也知道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 我太厌我自己了 我怀疑我自己 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 而程志远 我真的太优秀了 又真的太优秀了 所以我 别说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 晓晓 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 我不管做什么 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 这我都知道 但是我依然无比地坚信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我就是想和你 还有孩子在一起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的 是啊 就 就 就 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 我妈是会疯掉的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而且程志远把我和我妈都照顾得非常好 我妈现在非常平静 我明白 我承认 对 程志远 她的确是一个 完美的丈夫 但是晓晓 你真的爱他吗 爱和不爱又能怎么样呢 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所以你还是爱我的对吧 晓晓 晓晓 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 你叫我什么都行 就是别叫晓晓 这是我爸也有趣的名字 晓晓 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 微信也把我拉黑了 但是这些话我还是想说给你听 那天我知道真相以后 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我高兴的是我终于知道 你所说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是在骗我 你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 我难过的是 我们家当年所做的事情 导致了你爸的意外 直到现在我还是难以相信 我当年上了自己想上的专业 可代价竟然是你爸爸的生命 如果不是我妈为了我 找人挤掉了你的专业命令 你爸爸也就不会去讨说法 也不会发生那场车祸 知道这些以后 我总是想起那天在河边 你和我说的 你们家那些故事 晓晓 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现在过得真的 像你所说的一样幸福 我会祝福你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如果可以 我愿意用一切方式 向你和阿姨赎罪一样 请你永远不要再联系我 就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赎罪 下班 赵总监 你怎么又掺成这样 这刚几点啊 到点了 行 那我正式通知你啊 下个月呢公司要开个董事会 然后在会上会把你正式的 介绍给各位股东 准时点做好准备 给各位股东留个好印象 这晚上回家吃饭吧 我 我下班我先走 赶时间啊 赵总 赵总监上 我这问题回不回 赵总再见 赵总再见 我来 我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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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华大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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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个骗子的 你还说 你能打着我让你打呀 正好那骗子耍了我 我拿你出出气 我 你 你干吗呀 行 快 让你打你还真打呀 你是不是傻呀 傻子配骗子 真是天生一对 我说我 你还想出来 是不是 我说了我饶不了你 你听不听见 我让你嘴撤 看你嘴撤还是垃圾桶撤 你出来 你听好了 卫童是我女朋友 听见没有 臭死你 我告诉你 你迟早被卫童玩死 我是被他骗的 你又带来 你怎么发现 我跟那个人家猫 我说有什么事 他们肯定一吃 你说你天生 我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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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买你 你好你 买你 你买我买你 买你买你买你 S 现在才六点半 宿舍十一点才关门呢 肯定回得去的 也对 也对 我看看诚次啊 电影要开始了 要不要进去啊 要 走 走 看什么呢 比我还好看 别人拿着你好看 不是 我什么都没看 我不吃 小孩吃 下雨了 你带伞了吗 我没有啊 怎么办 怎么办 家里窗户关了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个 下雨了 不好打车怎么办 我没开车啊 我没开车啊 那时候下两个小时 你宿舍关门 你回不去了 怎么办 是啊 我要是回不去了怎么办 真讨厌 你说下什么雨啊 这突然的 真是啊 我现在叫车 你别担心 嗯 交不到车 是啊 交不到车 太讨厌了 你吓什么雨 那这样咱俩去看通宵电影 咱俩不刚看了吗 那能一样 这是通宵电影 听不起来就叛逆 大哥 你跪更啊 还叛逆呢 不管哪 我跟你讲 我一直想跟喜欢的人 去看一场通宵电影 你不觉着很浪漫吗 你不又困吗 困了在电影院睡啊 电影院椅子多好睡 一坐下就能睡觉 电影院椅子多好睡 你那些前女友和沈喉 他们就没陪过你吗 我之前就没陪过 不是 沈喉那孙子 根本就不愿意陪我去 我从初中求到他 到大学 他都没跟我去看了 好可怜啊 那今晚不行 我明天要交路吗 不过可以答应你 下次完成你这种小愿望 好 你看 雨停了 好 我真的讨厌 我多下一会儿多好 对啊 多下一会儿多好 我叫车 请沿单前道路继续行驶 十五点四公里 你 你 你先上去吧 我先走了 都听完了 不是说好下次陪你去吗 不要不开心 没有 就可能没吃到蛋糕吧 吃到了吗 转过来 这回吃够了吗 我要是再不回去 宿舍就关门了 你别走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围童吗 你是不是妖精附身了 你现在好像终于有点明白了 关门 来 女神 你上次成绩入为风声赛了 等着比赛时间通知吧 不是你说什么 小陈 小陈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 刚刚差点进男厕所 你早上还给错文件 你看你那把手给钉了 没事 最近都混不熟我说的 真没事 没事 这是怎么了老板娘 好 大家好啊 好久不见 谢谢 我给你们都带了礼物 快点 乔总 还愣着干吗 快分了吧 乔总 乔总 谢谢乔总 谢谢乔总 这里面有大家的名字 你给分一下 谢谢乔总 乔总 乔总冷着脸 还被思维拆想的样子 简直太痛了 这就是传织中的义务 小义务 我突然会等蒙着就塞批了 看看什么东西 小陈的呢 你看这样 没有小陈的 好 拿过去给 给托托托 小陈 要不 我的这份给你吧 人家送你的 我拿走吧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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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部门总共撒男孩 就撒男孩 你全家了 你想干什么呀你 你要付钱 刚来公司 看得出 在我不在这段时间 大家的工作都很快乐呀 苏英姐 还行吧 苏英姐 是 所以你们应该是把这儿当 游乐场了吧 这些废纸 给我店桌脚我都嫌丢人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是吗 苏英姐 这些都是些基础的分析报告 这种从选定人选之后还 与其花时间在这儿给我解释 不如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 三天后 我希望我能看得到配得上你们工资的报告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再来 看 Immig 行了别看了 干活吧 三天 三天 大鸡猫火晃鸡职鸡 对啊 早怪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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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毒吧 好好工作 又是一个不眠夜啊 小晨 怎么还没人催你回家呢 我可是知道魔女为什么要咱们三天之内交报告了 她就是不想让你跟陈总团聚 不对啊 陈总出差了 她就是想让你们两个连打视频的时间都没有 太坏了 李慧 我求你了 你花怎么那么多 你能不能安静花 不就是个工作吗 你哪儿来那么多阴谋论啊 那累嘛 小晨 累 累 做完你就不累了 你有没有想过 让陈总给你加个新生质啊什么的 我说你这就太不了解我们小晨了 这就跟他为什么不让你叫他老板娘一个道理 就算是小生质啊 我们小晨也要凭着自己实打实做出来的业绩 对吧 对吧 不听 不听 王八点精 好好工作吧你 不听 王八点精 喝酒就算了 你俩还是别瞅吧 俏宇 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 关于你的事就都不算闲事 俏宇 这次旅行的战我还没跟你算呢 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 我吃饭你坐我旁边 我住店你住我对门 我连跟男人说个话问个路你都要管 你就下你什么心呢 不是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担心你 一般刚失恋的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 尤其又是你这个年龄 对吧 我什么年龄啊 我警告你啊 你跟我说话小心一点 我这是年轻有为 我永远十八岁 再说了 我也不是现在失的恋 我早就失恋了 我跟程志源大学毕业就分手了 嗯 你知道就好了 你知道就好了 姐姐 喝什么 啤酒 好的 五瓶 两瓶 别听她呢 记我账上 谢谢 虽然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 虽然说你大学 还走吗 虽然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失恋了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程志源和颜小春这次结婚的事情 对你还是产生了伤害 所以你需要是一个情感的恢复器 专家称这种恢复器叫 身份认同危机 我可以揍你 可以 等我说完呢 身份认同危机过程 身份认同危机过程 我知道我发音不准你错了听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感到自己的郁闷沮丧 心烦意怨焦躁不安 其实都是正常的 所以你不要逃避 你好 你好 学位有什么需要 小哥哥 你长得好帅啊 我看一下 我如果把这个酒单上的酒 每个都给人一瓶 给我你的电话好不好啊 好 好什么好 仙人跳 没听过 什么跳 没事 不重要 你这样 你后面那面墙上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点一瓶 你把电话给我 但我用个前提啊 给了我 就不能给他了 我刚才的电话 正在帮他呀 正在帮他呀 小心 看好你哦 加油 你别听他瞎说 我要你电话干什么 忙 忙你的吧 我还没说完呢 我刚才说哪儿呢 我对你实在忍无可忍了 你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 连着我撕都撕不下来 一天到晚给我搞破坏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想搞破坏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学你吗 请问你身高多少啊 你多少块腹肌啊 你最近照过镜子吗 你觉得你自己长得比 帅吗 你凭什么呀 如果这些标准会不达标 就不要再跟着我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的私人时间 如果你再尾随我 我告你骚扰 不是你 来来来 来来先起来先起来 慢点慢点 来过来过来坐这 我的鞋 等会儿 等会儿再拐鞋 等会儿再拐鞋 来来 走走走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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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重要 脚重要 下去 拿去 倒霉 我看看脚 我的机密处 帅疼吗 你说我不尾随你能行吗 来吧 来吧 上来吧 要不然你怎么回家啊 快点 来 别动 没动 我跟你说你可争不起吗 闭嘴 咱俩都喝酒了 一会儿我交个单价送你回家 脚还疼吗 疼 脚好了是不是考虑减减肥啊 你闭嘴 闭嘴 别动 早安 早安 严小晨 不是 我以为我来得够早了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我会装作没看到 你在潘大那边放早餐 严小晨 其实是潘大先动的手的 好 那你加油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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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平安 拜拜 拜拜 拿给老婆的吧 新婚吗 是啊 我就知道啊 多放点胡椒面 好嘞 白胡椒啊 妈 你没做饭呢 程太太回来了 志愿还没回来啊 程先生打电话 说他晚上回来吃饭 所以我们赶紧加个菜 桌子上的橙汁弄好了 你赶紧喝了吧 好 方姐 你尝尝 快去 我先回屋换个衣服啊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再加点 好 志愿回来了吧 妈我回来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饭了啊 去洗个手去 何先生 方姐特意做了你爱吃的鱼 小晨知道你回来了吗 小晨 志愿回来了啊 快去快去快去 谢谢妈 你妈没发现咱俩分房睡吧 没有 你不在的时候 我那屋的门都是锁着的 我跟她说那是堆杂物用的 我今天也说啊 你终于不拖了 你要我帮忙吗 不用 下班之后 还坚持散步吗 我吃完饭都下楼去走走 前两天 我去公园散步去了 这 给我的啊 客户送的 送我两个 咱们两个一人一步 我也有 我手机还能用啊 你那个手机太老了 可能会影响工作的 那多少钱我给你 我都说是客户送的了 你 我要洗衣服吗 你给我 我帮你放洗衣机去 谢谢 谢谢 这个得干洗吧 好 一会儿衣服洗好了 我给你晾啊 好 谢谢 谢谢 志远 小晨 饭好了 出来吃饭吧 先吃饭吧 小晨 别忘了 谢谢 喝酒去了 喝酒去了 我请客啊 你们挑地儿我请 走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复约 你今晚有空吗 没空啊 我晚上跟我们喝酒去 不是有空有空 你们走 走是不是走 快走走 走啦 走啦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 那走呗 来边来 干嘛还得自己来 看通宵电影去啊 通 通宵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看哈利波特的 你自己喜欢看啊 那太久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哈利波特 每年都得看一遍 那你今年看了吗 这不正看着 就是今天晚上才看三部 我们看不完呢 那就下回几许 你认真看电影 否定网要出来 你认真看电影 你认真看电影 好 吧 方姐 你去忙你的去了 我自己慢慢弄 喷的时候避着点 你别呛着自己 好 来 怎么了 摔哪儿了 买脚了 来 来 来 你看 来 来 你慢点 慢点啊 慢点 你先扶着椅子啊 扶着椅子 来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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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坐这儿 好 别动 别动啊 别动 来 我给你拿白酒擀一下 忍一下啊 忍一下啊 忍一下 忍一下啊 忍一下 忍一下 给你用白酒擀一下 对 擀一下 这你都会 是不是 小小她爸爸 以前我也崴脚的时候 她爸爸就跟我赶来着 赶开的就好了 谢谢您啊 方姐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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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照顾我 今天呀 你什么事都别做了 好好歇一会儿 那可不行 我待会儿还得去给程先生 程太太大打扫卫生呢 那都是之后的事 不重要 这个酒让它热一下 放在皮肤上擀一擀 就舒服点 她真是觉得轻多了 好嘞 不要紧 那点剩的让它烧完就完了 好 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就用你的袜子 把它稍微斩干一下啊 好嘞 这样 再抹点油 好多了 这回好多了 好嘞 谢谢方姐了 好 你就在这歇着 他们那边呀 我去就好了 不行不行不行 哪能让您干这活啊 您待会儿我 很快就好了 我去 好 不要废话好不好 你再多说 我就不高兴了啊 快快快快 把钥匙给我 这 真不能让您干 我的活 把钥匙给我啦 拿着 真够费劲哪你 慢一点 我来 这些事情啊 这些事情啊 其实啊 也不用自己干啊 不是有同事在吗 你先还入院吧 我过来啊 是要提醒你 今天要去医院做不错啊 你说我都快到了 今天是差点了 一看就差点了 你现在呀 走路不能这么快 尽量的方伴速度 一切都来得及 世纪见面哪 就这么没了 你还想干什么 高手过招 无招甚有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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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医生怎么说 挺好的 那就好 怎么样 问五个 这附近有家鸡汤五色 要不去试试 我来我来 谢谢 刚才那个是最后一个吧 对 最后一个 那我先走了啊 好嘞 还记得这里吗 记得呀 你看我关什么 我知道你愿意帮我 也是 你没有必要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 对我这么好 你要是有喜欢的女孩子 你就要主动地去追啊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把心思 花在自己身上啊 我现在正在努力 让自己的生活 我过得更好啊 我怎么不吃啊 最近想调整调整 为了健康 你不需要吧 你不需要吧 你又不是医生 就别操偶的心了 倒是你 我这次回来 发现你的状态不太对了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想后来找过你啊 她 她知道全部事情吗 全部事情 这事也怪我 她慢慢来套我的话 我一不动手脸说露线了 傲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告诉她 让她别再来找我了 她答应了 小姐 刚刚有一位先生 让我们把这些东西 交给你 他人呢 他已经走了 谢谢 看来他只是答应了 你不再见你 并没有打算放弃你 接下来你等会怎么办 还继续坚持吗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们谁都没有回头了 我们谁都没有回头了 接下来的事情 我再想办法 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在想 这些事情我迟早都要面对 包括我和你 包括我和你 我们也会各分东西的 我不能一直依赖你 所以我的事情 要自己解决 你也别着急啊 你也别着急啊 今天你先好好休息 明天我们找一个 合适的时间 我陪你一起去 跟他聊清楚 好 好 一会儿啊 我让老李先送你回去 我去谈点事情 你吃点东西吧 吃吧 打了 或者请你说 咱们 怎么会不会 你不过来 真实力 我今儿 不是 那个 还要 你不不过他 很有力 怎么样 根据沙盘测试 之前困扰你的心理问题 依然存在 但现在 你心里又多了一个症结 多好准备了 具体表现为一种 情感上的自我矛盾 明知不可谓而为之 那我该怎么办 心理上的问题 我可以帮你数到 情感上的 这不是我的专业范畴 你怎么在这儿拌凉菜 丁姐呢 她脚崴了 我让她休息点 我帮你 我问你 你跟志远干吗分房睡啊 我 我这不怀着孩子吗 我晚上睡觉不塌 时候老翻身 我怕影响她睡觉 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呢 你怎么这么问啊 是不是丁姐跟你说什么了 没大事 别吓怪人家 尝尝 你再加点醋 今天的菜真好吃 明天再做 再换个别的样子 给你伴着吃 林小春 我一会儿陪你下楼走一走吧 好啊 妈妈跟我们一起留打留打波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人下去 吃完了饭散散步去 挺好的 走走走走 妈 明儿这番茄炒鸡蛋 你多放点鸡蛋呗 来 你明天去找沈红 你打算跟他说什么 跟他说 不要再来骚扰你 他没有骚扰我 我那天给他发了信息 我让他以后 不要再来联系我了 他就再也没给我 发过消息打过电话 看来他成长了 你知道吗 男人跟男孩最大的区别 不是年龄 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 我那天给他发了信息 证明自己 生罢世界忽略了他 而另一个呢 委屈自己 克制自己 照顾别人 成全别人 沈红这次 挺让我刮目相看的 那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你还得有良心 记得你爸的生日 你还得有 BRK 什么孩子 对了 你有没有想过 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想啊 如果你脱离当下的环境 会不会过得轻松一点 至少在国外 你不必去面对一些 你不想看到的人和事 我是觉得 我现在的生活 刚刚稳定下来 我妈也开始 在适应上海的生活 所以 你的提议如果是想让我 远离省候的话 我不太想 逃避这些事情 我不是想让你去逃避 我只是想让你 安安全全地度过孕期 你现在每天这样 忧心忡忡地 又想着自己工作上的事 又要担心你妈的情绪 现在又多了一个 知道真相的沈豪 如果你在这个状态下去的话 我担心孩子 等你生完孩子 我们就回国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你妈这边有丁姐照顾着 你也不用担心 我考虑考虑吧 我考虑考虑吧 好 今天那边数据分析做得很好 多亏了你的指导 妈 妈 怎么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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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有事好好说 你爸是怎么死的 你还记不记得你爸是怎么死的 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说话 妈 明明知道沈豪是杀户仇人的儿子 你还敢做这个 说 这孩子是不是沈豪的 妈 你说 没你事 我问他呢 是不是沈豪的孩子 你怎么知道他 这就说明你承认了 是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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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静 妈 放开我 你放 妈 妈 妈 你冷静静静 妈 承真人 妈 你干吗要这么护着他 这孩子不是你的 支援哪 好孩子 你明白点 这孩子不是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呀 你护着他对你有什么好啊 你戴着绿帽子 替人家养着孩子 这对你脸上有光吗 你要是生不出来 你找个好点的人养哪 你就不怕你成家祖坟里 跑出人来来找你来 妈 你别说了 别说了 妈 妈 这 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我妈妈给你解释 你个造孽的 你爸爸就是你害死的 你爸死不瞑目的他会 快去把那孩子打掉 你要跟沈后蛋蛋干干净净的 我饶了你 不然我就猜死你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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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 你爸爸 你爸爸生吃俭忧 霸心霸肝地养你啊 疼你啊 爱你啊 到现在他养出你这么个 狼心狗肺的东西啊 你不知道吗 他不会来找你吗 启辰 你赶紧走 他妈冷静了再说 走啊 走啊 妈 你能听一听 这些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 我没有你这么便宜的女婿 没有你这么便宜的女婿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吗 你们都不是傲逗 妈 妈 妈 喂 钥匙丁吗 这边有人晕倒了 你不会没有你 我可以 你译匙丁你 不懂得 你蠻营的女婿 你可是一切都ять 不懂得 你怎么没 这是我 你不懂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下宣伟留在上海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替你照顾好妈妈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满开 喂 你在哪儿 小辰 莫娜 你先别激动 等静听我说 你妈刚才晕倒了 不过我们现在在救护车上 你在哪儿 我现在在家 你们要去哪个医院啊 第一医院 我现在就过来了 你现在啊 在家先好好休息 妈这边有我呢 喂 喂 喂 是我 你现在能不能去趟我家 小辰她一个人在家 我担心她会出事 毕竟有孕在山 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 到底怎么了 您说清楚 小辰的妈妈 知道了全部 晕倒了 我现在正送她去医院 好 我知道了 小辰 小辰 是乘诊让我来的 你是不是要去医院 我送你过去 不用你管 没关系啊 我车就在那儿 你跟我走吧 不用你管 小辰 走 微信 您怎么会必须啊 来 来 冷静一点 现在已经稳定了 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里面观察 到底怎么会这样啊 医生说是情绪受到了重创 具体什么情况 还需要做一个脑部扫描 才可以确认 怪我 不怪你 你已经尽可能地 不让他知道这一切了 那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 阿姨怎么样了 是不是你说的 什么 所有的事情都敢做我妈 是不是你说的 后来都没见过阿姨 怎么可能 那就是你爸妈 就是认了我肚子里 这个孩子是不是 怎么可能是他们 那还能是谁 就是因为你妈的子嗣 当年害死我爸 也是因为他的子嗣 现在也是因为他 我妈这边都是因为他 晓晓 你不为什么叫我 你走 你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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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说 你给我走 我会陪你好好过去的 我会陪你好好过去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陪你好好过去的 一会儿你先回家 我在这里看着 照顾好他 照顾好他 我会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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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会陪你